弟妹 第四位 早上好 我是 今天到了下午我要去拍一个汉服 然后我就想录一下我拍摄前的早间生活 然后早上起呢我要先洗漱一下 那眼睛有一点肿 我要用着非有一点点的麻烦 然后最近呢截面乳我用到的是这个 这一款呢是由不提尼博士创始 法国瑞士多家联合医学实验室定制而成的 反复监算后才上市是问题基础也可以安心使用的配方 这一款的话是属于身权清洁的那种类型 特别是卸完妆之后使用的话 特别是我这种天天要化妆的 如果说卸妆不到的话就特别的容易出闭口 就会特别需要这种类型的截面 而且这一款呢它是无稽道的配方 就算是脆弱敏感型的肤质 也可以去安心使用的温和型截面 这一款截面呢它挤出来之后是这样的质底 是这样比较水水的凝度质底 这里面还有蓝白双色微球晶体 据说呢是运用的瑞士的黑科技靶向静肤技术 可以深入毛孔清洁改善黑头粉刺 抑制细菌的滋生并且细致毛孔的 我觉得有黑头粉刺困扰的前面可以尝试一下 我平时在使用截面之前会习惯 先在手心揉搓出泡沫在上边 里面有一颗颗蓝白小球 可以在手心揉搓溶解的 不过它们家这款是低泡气的 会非常容易冲洗干净 洗完之后呢感觉很清爽 它可以恢复皮肤正常的皮脂分泌 保持水油平衡 所以洗完之后也不会有那种发干的感觉 然后今天水乳呢我要用到的是这个 这个呢是我前段时间才发现的一个国内小众自然护肤品牌 然后呢我就入了一套它们家这个仙人掌水乳套装 这一套呢是含有新人掌提取物质或过把水油组合的快速补水保湿型水乳套装 这瓶精华水果收到的时候还挺出乎意料的 就是它竟然不是那种流动性的水状 而是这样子的 是一种半透明的褶梨质地 像布丁一样QQ的很晶莹剔透 这个透明的瓶身可以看到里面充盈着一颗颗的小气泡 颜值超级高的 然后它上手之后呢是这个样子的 上手之后很容易化开变成水状 而且它上手之后呢也不会有粘腻感跟厚重感 然后是它家的这个保湿乳 它家这个保湿乳呢也是非常的丝滑 然后质地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特别的水润 上手之后就是很快就被吸收了 非常的清爽无负担 我做了一个干皮少女的 最喜欢在秋冬的时候用的 对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包装 他们家这个包装就是特别的小清清特别好看 作为一个勤俭持家的独居妙女子 我一直没有舍得认 所以我又把它做了个刷筒 结果呢它竟然放进去还挺合适的 我可真是个小精力鬼的 而且这一套的水乳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100多呢就可以get到啦 对于学生党们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好了接下来呢我要去吃早饭了 吃早饭的时候呢我会先泡一杯黑咖啡 黑咖啡的话我之前听别的博主说它可以消肿 然后早上喝的话等一下拍照的时候脸就不会太肿了 然后我平时就是早上时间比较赶的话 我早上会吃这种麦片之类的东西 但是今天时间还早 然后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精致的独居生活 所以我决定来用一下这个万年没有用的烤箱 给自己做个三明治 让我们来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呢 哇哦有面包片 还有一个火腿 还有一个芝士 没有火腿不知道好不好吃 这是我第一次买这个牌子的 因为我不认为喜欢吃这个面包的边 就它烤过之后会变得很硬 我会先把它切开吃掉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东西稍微放到烤箱里面让它热一下 嗯 这个火腿的味道还行耶 我本来以为这种会很难吃的 其实我今天所有它拿出来的那些食材 都可以直接吃的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烤一下 因为我喜欢吃那种 就你们听 它这个面包的表皮 烤过之后会变得有点酥酥脆脆的 口感特别的好 哎呦 可是我本来应该往里面加一点蔬菜了 嗯 加了蔬菜的话 它营养会更筋疼一点 但我没有加蔬菜 因为有点干巴巴的 然后吃饱饭之后呢 我一般平时的话就从早上起床到吃完饭大概是40分钟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就是穿衣服化妆了 然后我今天穿的呢 就是一个这个 穿的一个人质 就是是自己搭的一套衣服 嗯 开设前化妆基本上半个小时就能化完 我小伙伴都说我还蛮快的 妆前的话我一般 妆前我不一定用 但是防晒我一定会用 然后今天底妆的话我想用这个 这个是柏兰亚的粉底液 它要的粉底液是分两个质地 之前呢我有给大家分享过它的那个柔润型的 不过我今天要用到的这一款是柔物型的 这款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定制款 整个包装的设计都非常的中国风 主案是以东方韵味的海上丝绸之路美人的形象 就好像要带领我们换前女性许逆参与之美 这一款上点之后呢是这种丝绒雾面妆感 就有种很高级的半哑光质感 虽然呢这款是柔物型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干皮的话 妆前如果做好保湿就完全不会有拔和干的情况 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打湿的海绵蛋去轻开上妆 上点之后呢就会很轻薄不会闷豆 这款的成分里面呢有天叫最强抗氧化剂蝦清素 可以防止妆面氧化暗沉 而且它的持妆效果呢也是挺不错的 里面含有的成果聚合物可以扛水扛汗 让妆容更加的持久 然后上完妆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妆效很自然 我最近很喜欢用这种有微微雅光感的粉底 而且有时候涂完之后呢 我甚至可以不用上散粉妆效就已经非常的好看了 然后外拍的时候为了让我的这个妆更加持久一点 我会选择膏重的产品比较多 先上一点遮瑕 我最近头上的这个豆真的是太难受了 我这是什么 我这是迎来了21岁的青春期吗 然后修容我也是选了修容膏 因为它会比较持妆一点 我一直觉得我的下巴太短了 我就特别想去给它打一枕 让它变得比较的长一点 给你们看这个 超级可爱 我在日本买的 然后它的颜色也蛮好看的 是一颗草莓色 涂完这些膏状的东西之后 我才会用这个粉笔去定妆 那这样可以让它们更加的持久 然后是眼影 眼影的话 我会简单粗暴地直接用手指头去画 然后换眼线 眼线还是 我很喜欢的这个眼线 相机要没电了 我的天 然后我的睫毛 我跟你们说 我真的要吐槽一下 我这个睫毛 就是因为我的睫毛 它就是中完时间过得太久了 大概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然后我的两只睫毛 就这边的睫毛已经掉完了 但这边的睫毛 它还剩下一小半 然后就很奇怪 我就 那我到底是 我该去刷睫毛膏呢 还是不刷睫毛膏呢 那这边的睫毛 会比这边的睫毛短 但是两边都刷的话 又很奇怪 两边都不刷呢 也很奇怪 只刷一边 那就更奇怪 这次 中完睫毛 现在是在干发期吧 刚才呢 出了一点小意外 就是我的相机没有电了 然后我就 干脆把我的妆都画好了 然后我画完妆都就这样子的 那一个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平时 就拍汉子的时候 会用到的一个妆 然后我打算 现在呢 就是做一下头发 然后顺便 录一个发型教程 过两天呢 我也会放出来 那我先去做头发啦 然后我刚刚录完了我的发型教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马上会发出来的一个教程 然后我现在就是已经做好准备了 衣服也穿好了 妆眼画好了 头发也做好了 然后我就要准备出门了 那么我们今天视频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 那我们今天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